珍珠奶茶入面的珍珠 是不少台式飲品的必備元素 但近年珍珠就被揭發一連串的食品問題 難道真的要跟珍珠說拜拜? 紅磡有間飲品店 由曾經擔任創意飲品比賽評審的台灣人吳先生所開 店舖最吸引的正正就是珍珠 我們基本上跟工廠所大量生產的珍珠不一樣 或許沒有辦法像工廠製作的口感那麼有彈性 但是我們因為是用人手下去製作 所以相對來說對客人來說比較好消化 人手造的珍珠加了不同材料之後 有十二款口味 而且除了木薯粉之外 就沒有加其他化學添加劑 咬起來雖然沒有機造的禁彈牙 但起碼純天然嘛 有飲品又怎可以沒食物 太古燒雖然不算太特別 但他們的材料大部分都來自台灣 好像這款山那麼高的紅豆 來頭都不細的 我這三款紅豆呢 其中有兩款是來自於台灣 就是屏東的那個 丹波大那野品種的紅豆 然後還有台灣的紅小豆 跟香港本地買到的紅小豆 用了那麼多款紅豆 成功做出半流半沙又保持紅豆口感的效果 而鹹口味就有這款护泥肉鬆口味 肉鬆由吳先生屏東的朋友給貨 加上护泥之後鹹中大甜 想不到都幾合 而為了配合香港人追求健康的生活習慣 他們還有提供用本地水果先摘的果汁 顏色夠吸引 價錢都算合理 但因為沒有添加防腐劑 放的時間不可以太長 所以就建議即日飲用 值得留意的是 他們是第一次參加美食博籃 吳先生還說 為了保持質素 飲品和珍珠全部都是即日製造 不會流液 這點相信在美食博籃裡面 就非常少見